政府說若疫情沒有重大變化 初七起將會有條件放寬部分防疫措施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兆史說 若食肆或表列處所未有遵守相關的防疫規定 可否停業3至14天 政府將會令出有關細節 我們有效的防疫工作的影響是怎樣 我們就會因應這個影響去看 究竟3至14天整體情況是怎樣 當然我們那個細節是一直在敲定的 當我們出那個指示的時候 都會列了這一方面的細節 我明白到大家對《安心出行》 其實都是好像有一些問題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有手機的話 其實如果是有那個程式 去掃那個二維碼 一般來說都是一個簡單的做法 但是這個對於公共衛生來說 都有一定的意義 我們都其實有擔心 好像過往經驗 如果是長假期之後 如果是長假期之後 也有機會是有反彈風險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大家一起努力的